每到中秋的时候,中国人肯定会购买月饼。 说到如今的月饼品牌,美新的月饼一定是许多人非常熟悉的。 美新集团是香港知名的老牌餐饮企业,旗下的餐厅、月饼等等,更是受到许多消费者的追捧。 这个中秋节自然是美新集团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。 不过大家可能没想到,就在这个时候,美新集团的驸马爷却选择跳楼轻生。 目前,香港百亿富豪周玉龙在香港中环的战士大厦跳楼,随后不治身亡。 周玉龙的岳父就是美新集团的创始人。 周玉龙为何跳楼,许多人都想不明白。 周玉龙今年70岁,一生也算是功臣名就,他不仅仅是一个豪门三代。 同时,他自己在事业上也算是非常成功。 他是上海政大、结融国际等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、非执行董事。 另外,周玉龙还曾经是日本东京银行的顾问,还担任了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助理总裁。 周玉龙的妻子,伍淑芬,是香港食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经理。 周玉龙跟妻子两个人名下拥有众多的公司,身家超过百亿。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人物,却选择在这样一个喜庆的节日里面跳楼轻声。 目前,香港警方还在调查这个事情。 周玉龙的爷爷,周宗良可是一个大人物。 周宗良当时被誉为上海的颜料大王,经营了司马牌颜料,曾经畅销中外。 周宗良还曾经在德福洋行当总买办,旗下管理了三百多家分行。 周家也是香港的世家豪门之一。 另外,周宗良还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。 周玉龙年轻的时候,就曾经在美国留学。 1973年,拿到了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的电脑软件学士学位。 两年之后,再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。 根据接近周玉龙的人说,周玉龙生前数个月,情绪一直不稳定, 因为身体患病,导致周玉龙情绪非常低落,甚至受到了抑郁症的困扰。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周玉龙最终选择了亲生。 最近几年,很多企业家都最终走向了绝路。 这不得不引发出我们一个思考,人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。 台湾首富郭台铭曾经花了一百亿去挽救自己的弟弟。 当时,他的弟弟患上了白血病。 郭台铭坐拥千亿资产,弟弟又一直跟着他一直创业,兄弟两个人感情非常好。 2005年,郭台铭的妻子林叔如因病去世。 当时郭台铭就十分伤心。 弟弟生病之后,郭台铭发誓不管多少钱都要救回弟弟。 郭台铭当时在北京包下了医院的一层楼, 并且聘请了一个最好的团队,来为弟弟治病。 为了鼓励弟弟,郭台铭甚至花下了十亿,买下了一架飞机。 方便家里人从台湾来北京,来看望弟弟。 以此鼓励弟弟积极治疗。 不过让郭台铭没想到的是,他耗资百亿去挽救弟弟的生命。 最终在两年之后,弟弟还是不治身亡。 妻子跟弟弟相继离世,郭台铭才渐渐明白了财富的意义。 金钱非常重要,但是却不代表全部。 香港千亿富豪刘卵熊可以说是富甲一方。 他家里单单是收藏的古董、珠宝、艺术品,总价值就超过了两百亿。 刘卵熊一条裤子就价值十七万。 个人名下有三架四人飞机,目前自己居住的豪宅价值就超过了十亿。 刘卵熊一生女友更是无数。 不过前几年,刘卵熊患上了心脏病、糖尿病,还患上了严重的肾衰竭。 最严重的时候,刘卵熊已经几乎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。 后来,刘卵熊幸运做了手术,这才捡回来一命。 刘卵熊后来说,现在才明白了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财富,不是美女,而是健康跟家里人。 刘卵熊说,如今自己更愿意花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里人。 其实周玉农的死更加证明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有钱不一定有快乐。 现在年轻人的目标就是赚钱,买了车子,还要买房子。 不过等到你失去健康的时候,你就会发现,什么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。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。 林书如已经离世15年,为何还能战胜曾经营,在郭台明星中排第一呢? 林书如1950年出生于台湾,是百货大王林百姓的女儿。 含着金汤石出生的她,一直很努力。 毕业于台北医学院医药系。 毕业后,林书如在一家制药厂实习。 出生富贵,且貌美如花的她身边不乏追求者,但是没有一个能入得了她的乏眼。 命运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 后来在这家制药厂,林书如遇到了郭台明。 富家千金和穷小子是一见钟情。 他们的恋情遭到了林书如的父亲林百姓的强烈反对。 但是林书如坚持了下来,在24岁时,排出重重阻力,嫁给了郭台明。 婚后,林书如为郭家生下了义子一女,郭守正和郭晓玲。 她见证了郭台明从落魄到辉煌。 在丈夫郭台明成为台湾首富一天后,她因为癌症去世,无缘和丈夫共富贵。 在林书如离世三年后,郭台明走出了丧气之痛,娶了舞蹈老师增心隐为妻。 但是她在结婚的前一天,到妻子林书如的墓地待了很久,三次深情地吻了妻子的墓碑。 她说,书如已永远在我心中排第一位,不管我再娶谁,在我心里都只能排第二位。 由此可见,郭台明对王妻的深情,时光燃燃,光阴似箭。 郭台明现任妻子,曾心盈也为她生了义子两侣。 但是她在郭台明的心中仍然只能排第二位,第一位永远只能是林书如。 不管一个人她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,在她心中都永远会住着一个难忘的人,也会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。 林书如已经临世15年,之所以能够战胜曾心盈,在郭台明心中排第一位,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。 第一,不顾身份悬殊,嫁给郭台明,陪她共患难。 林书如和郭台明出狱时,两人家世相差很大。 但是林书如并没有嫌弃郭台明,一直坚守彼此的爱情,最后嫁给了贫穷的她。 婚后,林书如孝顺长辈,尤其是和婆婆、初永珍相处的亲如母女。 她勤俭持家,为郭台明解决后顾之忧。 当时的郭台明贫穷潦倒,连个孩子买奶粉的钱都没有。 林书如为了不让丈夫难过,瞒着丈夫让孩子喝了几个月的米汤。 这个女人真的是处处为丈夫着想。 生活的困顿并没有打败林书如对郭台明的感情。 她一心一意地陪伴丈夫,在丈夫累了,倦了的时候,给她安慰,给她依靠。 患难将真情,林书如陪伴丈夫郭台明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。 第二,郭台明创业瀕临破产之时,林书如放下脸面向娘家借来七十万。 生活再苦,再难,林书如都没有向娘家寻求帮助过。 但是在丈夫创业因为公司效益不好,合伙人撤股,公司面临破产的时候,她放下脸面向娘家借来了七十万元。 这才解决了郭台明的困境,也才有了后面的鸿海公司。 妻子林书如对郭台明的情谊,这个铁骨真正的汉子,是永远记在心中的。 第三,郭台明感谢妻子林书如给她回归家庭的机会,陪她解决人生中的困难。 林书如在婚姻里已犯过错,还被红颜知己,陈崇美,拍摄过亲密照威胁。 林书如知道这件事后,并没有责怪丈夫,而是一言不发的陪伴丈夫解决了这个麻烦事,给她回归家庭的机会。 经过这件事,郭台明对妻子林书如增加了愧疚之情,想用后半身好好地弥补妻子,但是奈何上天不给她机会。 2002年,林书如被诊出肚腺癌,在2005年离世,十岁至爱的妻子,是郭台明心中永远的痛,这真是天度红颜。 在往后妻子每个忌日里,不管身在何处的郭台明,都要赶回来祭奠王妻,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。 失去林书如的郭台明,经常感到寂寞。 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遇到了乖巧董事的舞蹈老师曾欣盈,两人相恋了。 曾欣盈经过慎重的考虑,再婚了,娶了曾欣盈为妻。 郭台明是在功成名就之后遇到了曾欣盈。 这个女人符合她的择偶标准,可以缓解她寂寞的心情。 但是她们之间的爱情,没有经历过风浪,一直都是平淡如水的。 曾欣盈嫁给郭台明,是跟着丈夫一起享福的。 郭台明能有今天的成就,前妻林书如是功不可没的。 曾欣盈和郭台明之间,没有经历过那些刻骨铭心的事, 她也不可能超越林书如在郭台明心中的地位的。 虽然林书如已经离世15年,但是她凭借和郭台明曾经的共患难, 彼此相互扶持,战胜了曾欣盈,在这个男人的心中永远排第一位。 凡事都是讲究先来后到的。 感情这事是讲究顺其自然的。 有些人一旦刻在了心上,永远都没有人可以取代的。 爱情是神圣的,不可亵渎的。 美好的爱情和金钱,地位,家世无关。 只要两个人惺惺相惜,一切都不是问题。 愿世上有情人终成眷属,都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,点赞,转发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。